今天下午国资委在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2019年上半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 一到六月份中央企业实现销售输入14.5万亿元 同比增长5.9% 累计实现净利润是7037.7亿元 同比增长8.6% 其中我们中央企业有34家中央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20% 有53家中央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10%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584.9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2117.8亿元 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与此同时基础供应稳定增长 上半年中央企业原油产量和成品油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了3.9%和2.5% 天然气销量同比增长4.7% 电网企业售电量同比增长6.3% 发电企业发电量同比增长4.6%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5.1% 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增长6.3% 水运总周转量同比增长14.8% 有效投资也明显增长 上半年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是9695亿元 同比增长了8%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7%以上的增长 税费贡献呢也在持续提高 上半年中央企业上交税费是1.3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2.7% 2.3%